以感言著稱的中國知名作家李承鵬被網民暱稱為大眼 7月7號他的微博賬號突然被註銷 這引發了輿論震盪和各種猜測 李承鵬的賬號被封只是當局一時惱怒 還是考慮已久 那麼下一步又會如何 而面對中共黨報環球時報 對於李承鵬被消耗的幸災樂禍 李承鵬的好友們擔憂 他的賬號被封是遭受牢獄之災的前奏 大眼李承鵬是大陸知名的社會評論家 雜文家 暢銷作家和網路意見領袖 他常常以幽默地比調真編實壁 文字瀟灑又不失智慧 敢於言表 因此多次被當局封殺 不過導致大眼這次被當局徹底蒙上眼睛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查看李承鵬被消耗之前的微博言論 也許可以發現引發當局惱怒的蛛絲馬跡 6月30號 李承鵬發表了一則帖子 對於徐才厚等4名中共高官 在建黨日前夕落馬進行嘲諷 在7月1號 李承鵬有發表一篇微博 還是針對徐才厚等人落馬 近期針對落馬大老虎的言論 就是導致李承鵬帳號被封的原因嗎 記者7月9號致電李承鵬時 他正在養精蓄銳等著看世界杯 心情似乎挺平靜 但李承鵬的好友旅居荷蘭的時政評論員李建盲卻表示 對李承鵬的打壓其實早已有征兆 很早以前就傳出一份黑名單 李承鵬首當其衝 李建盲認為李承鵬被封殺造成的效果並不利於執政當局 因此可能是中共內部某些派系在攪局 李建盲分析 政法委很有可能就是攪渾水的人 政法委已經處於一種人人自危的狀態 這個部門現在動得很厲害 所以在這裡邊互相攪局的話的可能性 你說動機它肯定是存在的 李建盲指出 在上訪村長錢雲慧遇害事件之後 中共意識到網絡大威的號召力 因此開始大力大壓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戰略 在李承鵬微博被消耗之後 黨報《環球時報》發表署名善仁平的評論文章說 李承鵬模式在中國不可能無限地走下去 當他突破了底線時終將受到制約 這已是越來越清晰的現實論廓 而據媒體披露 善仁平就是《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的筆名 李建盲擔憂 幕後策劃者不僅僅是要讓李承鵬消耗 而且要把他送到監獄裡去 《環球時報》所謂突破底線之說 其實暗藏殺機